长篇玄幻小说 万古至尊 作者 太一生水 龙昊无奇几个刀花 一阵阵的寒意在空中扩散开来 刀锋锁直 锁向披靡 一道寒芒划过长空 再次朝李云霄斩下 不过是一级垃圾选兵 垃圾 用垃圾 李云霄吃笑了一声 脚下诡异的踩出一步 闪到一边 双指快如闪电的朝那刀身上一弹 灯的一声清脆声响起 紧接着他脚下快速闪动 深化出道道残影 在青龙刀的两侧左右闪动 一直指的弹在刀身上 一道道嗡鸣声四下传播开来 龙昊大惊 只觉得手中宝刀似乎在极度悲鸣 骇然的急忙收回刀身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 龙昊彻底傻眼了 刚解封的清月宝刀竟然恢复了解封前的样子 和一把普通兵器一模一样 他骇然的急忙将元气灌入其中 大喝道 清月宝刀 解封 一脸喊了几遍 那宝刀哪里有丝毫解封的样子 顿时丝丝冷汗从额头上渗出 龙昊几乎要哭出来了 这宝刀怎么回事 难道废掉了 天哪 这可是我倾尽家产千求万求 才让梁文宇大师打造出来的呀 李云霄双手抱在胸前 冷笑道 还有什么手段 全部使出来我看看 哎 杀了他 给我杀了他 龙昊疯了 彻底疯了 大吼的不管三七二十一 带着一群手下直接冲了上来 举起刀就直接砍下 一群虾米全部给我滚开 李云霄冷喝一声 化作道道残影直接冲进士兵之中 一套拳法糊糊生微 乱花迷眼 以极度不合理的露术施展出来 一群士兵只觉得眼前花来花去 转眼间众人身上就中了无数拳影 护胸镜全部暴离开来 一股气静直接打入体内倒飞出去 梦武看得目瞪口呆 李云霄就好像花丛当中翩翩起舞的蝴蝶 竟然有点点元气化作荧光 在他周身闪动 却片叶不沾 这 这分明是在跳舞啊 这还是打架吗 李云霄所施展的这套舞技 叫做百花错拳 百花一笛 错字难党 乃是一位武帝袁世骁所创的拳法 这个袁世骁人身受挫 性情激变 做起事来疯疯癫癫的 但是他实力超群又天赋过人 居然另辟蹊径创出了这种百花错拳 只在一个错字 出其不意让人防不胜防 很快 那些士兵一个个躺倒在地上 哀嚎不已 龙号手中的青月宝刀也被李云霄夺了过来 整个人手臂被直接咔嚓骨折 搭拉在两肩上 彻底失去了战力 这把刀虽然垃圾了一点 但还是值几个钱 我要了 还有没有什么好东西要给我的 李云霄一脚踢在龙号的腿骨上 咔的一声 又把腿骨给踢断了 龙号扑通一下就跪了下来 满脸怨毒之色 私生叫道 我爹是静卫军统领 你敢打我 抢我东西 我要带人灭了你全家 灭我全家 李云霄目光一寒正要发作 突然戴笑道 我也很期望你带人去我家 看看能不能灭了他们 突然远处传来一声轻贺 何人 在前方闹事 声音不大 却威视惊人 滚滚而来 每个人都听得一清二楚 耳膜都有些刺痛 那是 龙号睁眼望去 顿时发现了救命稻草 急忙狂喊起来 大人 神卫大人 我乃城防静卫军 第三大队队长龙号 这里有人攻击静卫军 还请神卫大人出手救我 两个男子在并不宽敞的道路上 骑着骏马并排而行 路两边的百姓 纷纷看着他们左肩上的徽章 一个个露出京剧之色 纷纷退避让开道来 那徽章乃纯金打造 上面宁刻着一把长剑和一面盾牌 代表的正是王国最强武力机构 镇国神位 何人 如此大胆 还不放下手中土刀 束手就擒 灰明 沉身喝倒 一股高高在上的气势 顿时散发出来 他眼中闪过一丝亚意 李云霄虽然看上去气势不凡 但也只有二星武士的修为 龙号可是三星武士 还有这么多帮手 怎么会被打倒呢 灰光的眼神落在李云霄手中的青月宝刀上 微微一震 亲和道 弟弟 把他拿下 灰明端坐在马上 冷冷地盯着李云霄 是你束手就擒 还是让我来出手 若是逼我出手 就要吃苦头了 李云霄露出鄙视之色 不问是非不分黑白 你怎么知道错就在我呢 灰明冷笑道 警卫君乃是陛下的左膀右臂 岂会冤枉于你 看来你是不会老实了 那我就费点心思吧 他从马背上腾空而起 整个人如大鹏展翅 凌空朝李云霄逼近 动作奇快无比 右手画掌围刀 骤然劈下 李云霄脸上虽然是冷笑之色 但心中警惕早已升至巅峰 对方是二分境界的武师 整整高出他一个境界 蓝玄虽然是九星武师巅峰 但一步之差 谬之千里 跟武师完全无可比拟 但即便是面对蓝玄 他也是凭借对规则的领悟 借取天地之力才一招得胜 否则即便能赢 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李云霄冷哼一声 清月宝刀提起 一刀斩出 顿时精忙爆射 光彩夺目 灰明脸色一变 惊道 你不过是二星武士 如何能有这般刀芒 这是 玄冰 他认出了清月宝刀后 手掌哪里敢硬抗玄冰 急忙收回手臂 双拳猛地推出 一股原力轰然而至 好似海浪滚滚 将刀芒吞噬进去 哄 李云霄感受到 刀身上的气劲反正 右脚轻轻往后踏出一步 将尽力化解 横刀而立 灰明直接落在他十米开外 眼中惊喜之色一闪而逝 冷声说道 难怪你能当街行凶 原来仗着自己又悬兵在手 不过今天遇上我们兄弟 你的成兄也就到尽头了 李云霄猛地抱贺一声 趁他废话的时候 刀芒闪烁 狠狠地凌空斩杀过去 一道破空的声音刺入耳膜 空中竟然闪过一道金色的光芒 两个人实力相差悬殊 李云霄心中早有衡量 必须将主动拳握在手中 否则被动起来 对方光凭力量差距 就足以碾压自己 灰明怒目而视 想不到对方竟然敢主动攻击 怒急返效的 哼 好啊 刺激找死 他疏然从身上抽出一把古铜色的长剑 狠狠地斩击出去 两道金芒在空中撞击之下 夺目绚丽 疑形幻影 恶魔封角 李云霄骤然幻化出数道残影 针身弯下身躯旋转半圈 右脚快若闪电 以一个难以提防的角度 猛地踢了过来 脚下竟然徐徐生火 将空气都燃烧了起来 灰明大惊失色 原本李云霄的残影就迷惑了他一下 等到发现一脚踢质的时候 已经防不慎防了 他猛地身体暴缩 身化落叶 朝后击退数米 才稳住身体 解封 李云霄一招得手 轻贺一身后 欺身而上 手中的轻月宝刀 发出沉闷的轰鸣 好似一头沉睡的雄狮 突然醒来 巨大的力量 萦绕在刀身 一圈圈的扩散开来 刀光如水 寒气冲天 朝着灰民 当头斩下 他所有的招数 从抱起出刀 到疑心幻影 到恶魔封角 以至宝刀解封 全都是一气呵成 如行云流水 没有一丝一毫的滞留 前世 身为九天境巅峰的武帝 李云霄基本上 对百家招式 都有一定的了解 并且能够融会贯通 举一反三 那些低阶的武技 更是信手拈来 心随意动 想用就用 他内心也异常清楚 面对实力 远超自己的灰民 也只有依靠战斗经验 和武技丰富 才能杀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否则凭借实力上的差距 对方只要站稳脚跟 一力详实惠 一招就可以对付自己 但接二连三的出其不意 已经将灰民打得有些懵了 一旁的龙浩 更是彻底看傻了 这才知道 原来和对方的实力 相差如此之大 早已经是惊得冷汗连连 不过 他更加不能明白的是 为什么自己无法解封的宝刀 竟然被对方轻易解封 而且似乎威力更甚 解封 灰民被攻得手足无措 骇然之下眼中闪过 巨大的愤怒和杀意 一个小小的二星武士 居然把自己逼入绝境 一声怒吼喊出 手中古铜色的长剑 光芒骤放横空而过 就在他悬兵解封的瞬间 李云霄的宝刀斩下 撑 两兵剧烈相撞 常见刚刚解封的状态 不知为何 竟然在这一刀之下 硬生生的被逼了回去 成为古朴无奇的普通状态 而李云霄的宝刀依旧 光彩夺目 再次举刀斩下 危险 在马背上的灰光 脸色大变 他身为旁观者轻 顿时发现了形势不对 虽然他也不明白 为何实力差距如此大 灰明竟然会被对方压着打 但那一刀之上的威势 似乎蕴含了极强的武技 他顾不得身份和面子了 急忙一脚踩在马鞍上 长剑抖出 猛地朝李云霄刺来 剑穿身而过 李云霄的身影开始扭曲起来 化作光芒消散 残影 他什么时候 灰光心中一惊 但灰明的危机也就解除了 顿时松了一口气 脑残 我就是为了引你下来 一起死吧 李云霄的声音骤然喝道 周身气势猛地攀升到极点 好似一尊杀神灵士 侵略宝刀在手中徐徐生辉 将周围的天地元气一冲而空 跃破空斩